亲爱的做加密会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云聪集中交易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好久没有做加密的节目了 其实昨天我特别想给大家做一期 因为昨天就是一个机会 然后呢 所以我昨天的题目就想好了 只有蹲下去才能跳起来 才能跳得更高 但是昨天实在是太忙了 昨天我做了四期会员节目 然后呢 我一直在那边想那个期权的策略 白天看一下A股 然后做节目 晚上10点还要做美股 看期权一直看到凌晨1点 所以呢 我这个昨天完全没有时间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一看 这个没想到这个加密 他就按照我们的计划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 就是没有给大家提前讲 但是我在会员里面 是几乎是做到了完美的提醒 其实呢 我个人来说我不太希望 就是每次都是我去提醒 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学员 能够真心的学到东西 学到东西之后 在群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些 通过一些方式 我们来互相提醒机会 这才是最有价值最有价值的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你看我开了会员 我也没有怎么宣传 因为我觉得人数不要太多 但是也不要太少 因为如果太多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多就砸了 太少的话呢 你又不能够从中间选出一部分人来 因为毕竟有的人他学会了 他不愿意分享是吧 这个人没有关系的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有的人呢 他学会了 他就喜欢分享 像我一样 那么我们就找到了第一个 他能力非常强 大家都用同一种方法 第二个又愿意分享 第三个他分享的东西 还必须得有价值 你要是分享的东西都是错的 那到时候还可以起反作用 就是说 所以你就喜欢学 有能力 又愿意分享 不用多 最多说句实在话 最多最后几个人 十几个人就足够了 然后呢 我们就能够把握每次机会 所以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想法 最大的一个愿望 所以你看最近会员 我这么努力的去做 这么努力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解答 我是真心希望大家学会了 好 当然学会之后呢 我们还是说 不可能是所有人都愿意分享 就找到一部分人 大家志同道合的愿意一起做的 我们再再把它慢慢的过个几个月 把它筛选出来 所以我还是要宣传一下 希望大家有条件 有机会的话 可以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那么最后我再讲一下入会的方式 我就不多说 这边呢 我就给他讲一下 昨天我们的一个思考模式 以及最近的我的加密货币的一个交易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认为加密货币 其实真的是最好做的一个品种 但是他又是最难的 他的好做在于什么呢 方法只要用我们的方法保证你赚钱 你看我的这个资金曲线都要跟你讲 那么难就能在哪呢 大部分时间我们没有债 你是在美国的国内拉伸的时候你没有债 你是在中国时间的美国拉伸时间你没有债 那么就出于这个债的问题 出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我们说金融交易里面量价时空 其他的你都能够学到这个时间呢 它是一个玄学 真的是个玄学 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时间会变盘 就很难 虽然江恩有一些什么神奇数字啊 六变形啊 江恩是唯一一个去讲时间的 但是他这些东西我去全部做过复盘 用处不大 还有菲波拉契时间周期也没有用 菲波拉契对空间很有用 对时间也没有什么用 哎那什么有用呢 说开句玩笑话 玄学只能玄学解 反倒是有一些玄的不能再选的 你认为完全没用的 什么奇门遁甲呀 四诸八字啊 什么欧洲的占星呢 有些时候反倒有点用 但是这个完全不建议大家学 为什么 这个东西学到里面深入大海 你还没有把交易学通呢 你学那个你学到最后迷糊完了 然后拿过来也没有用 两个都悬嘛 但是呢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时间这个玄学 你一个人是没法解决的 只有借助大家的理念 我们一起来 不然你我不在你在吗 他不在他在 我在的时候喊一嗓子 哎这个什么位置 他有一个标准的头肩 他有个标准的双突破 有一个标准的2B 有一个标准的强势出现 有一个标准的我们的买入形态 有一个标准的弹簧 你只要这么喊一下 你的技术水平够高 你能看出来 那大家不就得了吗 那么大家觉得 哎我发现这个机会 我就根据我的能力去筛选 是否做是否不做 这个不是喊单 喊单是什么 快冲啊要买了 我看哪些群里快买了要定 不是的 没有方向 我们不讲方向 也不讲对错 就是说系号 就是技术系号 某某某某时候出现了一个系号 那么你技术水平够高 你看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A股做的非常不错 A股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稳定的模式 美股呢我刚开了货 所以最近这个一直做的比较多 特别是期权啊因为我对那种 能够每天都赚钱的那种稳定的模式 我非常着迷 我现在即使不赚 就是就算赚一块钱 我都很开心啊 就是他只要稳定 每天赚钱 每天赚钱啊 看你投的资金大小啊 就资金大一点 多赚一点 资金小嘛 你就小少 多赚一点 那是稳定 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模式 好 前面呢就给大家说了 说了这么多 好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前几天 我跟会员讲的思路 以及我现在对行情的看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加密货币呢 我们的会员节目里面 我不是天天做啊 加密货币是 极少数有机时间的时候做 比如上面盘整 我觉得没有 对我来说 我觉得没有机会 没有必要做 我就没有讲 那么一旦他开始有机会了 我就开始讲了 2月10号讲了一次 2月15号 就是昨天讲了一次啊 最重要的两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么讲 会员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7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加密货币 因为其实我他跌下来了啊 跌下来了我很开心 但是我这个话 可能有的人做多的朋友不高兴啊 也不好意思 因为为什么呢 他老在这盘 而且他这个位置啊 他没有一个回调 这个是很可怕的 我跟你说 如果你真想做多 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深蹲 他是很难起来的 他天天这边长还长得下 害怕 真的他就没有一个蹲的动作 他就是 就像我们以前反复讲的 一个形态 他如果老是这样子 微型反转的话 他其实是不稳定的 他可能还会继续微型反转 然后最后走得很难 他一个一波趋势要走得很流畅 一定是上去 蹲一下 做一个小形态 再上去 再蹲一下 再上去 那么这种行情 他一定会走得很稳健 慢慢的慢慢的 他就上去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前的 这个加密货币 那么多年的一个历史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前我们拿过来看 部结构 我找一些顶部结构 比较小的一些品种 就是这种直上的 他们他直下的话 有可能还会有一波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 就是他直上直下 有可能又会直上 apt呢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做偷 他我还不太去做现价单了 大家看这个我就做了 我做现价单 我就把价格放在这这一线 为什么他做了呢 我就认为他上面 没有做太大的顶部结构 这才有几天时间 所以他这些资金 我觉得还没有 而且这个地方放量 也没有放什么巨量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 就是这些没有放什么巨量 可能他还有一波 有可能 请注意我说的是有可能 这个也不一定 反正我就是碰碰运气 而且结构还没有做出来 没那么快 好 这个shipping 我要做一个现价单 同一个道理 我认为他这一波刚涨 还有这个地方 还有一点 现价单 现在还不着急 但他上去了 但是我不着急 我看一看 看看美股一跌 好 这就是我 讲说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怎么做 在下面挂现价单 你看 所以我说这些位置 你可以挂现价单 不管是他 还有好多的票 都可以挂现价单 他只要下来了 这些位置 全部是可以去挂单去买的 你看我这边就去挂 挂了好多现价单 你看 还有这个 DYDX 当时我也比较看重的几个 我把它现价单挂在这了 这就是2月10号 我当时挂一对现价单 当然很多没有成交 然后呢 2月15根据情况 我又进行调整 好 这是2月10号 我们看看 2月15的时候 当时我就说了 最近呢 因为他也没有涨 也没有跌 我的资金曲线一直盘着的 但是我一定要非常小心控制资金曲线 中间有几次销 一直在止损 但是呢 虽然一直在止损 但是实际的资金曲线还是比较好的 只要有机会就会上来 看我怎么说的 你的资金亏不了多少钱 亏不了多少钱 你不要担心 他总会起来的 总会起来的 我呢 本来这一波能够起来 后来就是因为我做这个Sero 当时 哎呀 我也是觉得Sero 这个一定 他 我当时觉得概率比较大 我把止损拉长了 都给大家看 所以止损拉长了 结果呢 他就本来能够起来的 本来还起来了 之后止损拉长了 这一波就全部又回去了 所以说最近呢 做到也一般般 现在 但是呢 就是至少说告诉大家 只要你能够小止损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会大亏 关键是你不愿意设置止损 我再次强调 只要你设置止损 我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只要你设置止损 但是这种位置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最近做的非常谨慎 很多人都是资金曲线 这个位置趴下跌下来了 跌下来之后 心态一崩 就这样子下来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位置是一定 一定要小心 我也是一再告诫自己 宁愿不赚钱 也一定把资金曲线 的地方控制好 完美 因为他这个地方 这是个箱体嘛 箱体边缘 这个地方 他开始强势 如果是有些是形态特别完美 就是就比如说三角形 或者我们说直角三角形 这个地方其实注意还好一点 现在这个地方注意 他回调可能性就比较 所以呢 我的策略啊 现在就是很简单 回调做多 坚定的做多 特别是在这种位置 比如他这种底部 是吧 上去了 又能够给你回调的时候 像这些位置 还是要做多的 回调做多 这是我的策略啊 所以大家看看你们的是什么策略 然后呢 等机会吧 如果比如说你没有盯盘 那你就像我一样 去设条件单 那比如这个票 比如这个票 FTM 这是我不太懂项目的情况下 如果你们懂一些项目 那么你们就可以根据这个项目的情况在来做 那么我不太清楚项目的情况下呢 那我就宁愿就回调买就行了 像这些票 我就看到能不能回调到 我们就 你看这身压力不好做了 你 就是比如说你不是加密货币专业的人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这种方式 如果你是专业的 你了解哪个项目 那么你可以追 用我们的方法去追 那其实都很简单的 我们的双突破追就行了 比如这个地方是一个一小时 这个地方你看 肯定当时一突破你就去追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这种位置 你看一突破就去追 这种位置一突破就追 这种位置 只要有个双突破你就去追 其实也没有什么的 现在大多数都是这些结构 反正你就找了一些超跌反弹的 这样 用我们的方法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你只要能够忍得住 然后等得住 那么只要做 你看这一波 大家看我们然后呢 我们这个群啊 当然群里面其他的人是隐私 就把他把引掉了 就周一的时候是6点28 我说apt和op这些超跌到了区间 小级别信号随时关注 事好之随就可以了 我觉得无浪模型跌完了 前期的重要区间 他就可以关注 就可以关注来购买了 我们看看啊 当时是6点28 就北京时间6点28 当时是主要是op和apt 我们看一下apt 好我们现在看的是15分钟线 大家看15分钟线是不是 15分钟线差不多就这个位置 差不多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你看我在这个位置买的 这个位置买的 当然这买了 你看这是止盈 这买了马上止损 这几笔啊 没赚没赔啊 有小赚一点点 这个位置买了 我在这卖的啊 当时我在这卖了 因为他美联储马上讲话嘛 就是他这个美国要讲话了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讲话的这个波动有多大啊 所以买了 后面没有跟有一点遗憾 但是没有关系 能够讲为什么没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apt我是做到了 然后呢 这个信号也是完美的提醒到了 然后op的信号也是 还有dydx前面我们讲的 这些都是我比较关注的 那么你看apop我也买了 你看op而且买的比较好 你看这个地方也买了 这地方也买了 只不过呢 后来他这个我止损说的比较小 这给我止掉了啊 但是我没有遗憾 为什么没有遗憾呢 因为当时我虽然这个啊 没有我们买掉就出来了 但是后面你看 我昨天晚上八点 昨天晚上就是一个北京 北京时间啊 晚上八点十二说 加密全线启动 注意啊 好我这边提醒了之后呢 马上他启动了启动的时候呢 我就买了这个呃 一个是买了这个呃 以太坊 好这儿就是买点 我就说了全线启动八点过 你看是不是我说的当时时间 我说全线启动 那大胆的买呗 这个肯定是你自己都说启动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好买了之后呢 你看现在这波上来了 那么我把我的止损放在这儿 其实是止盈的啊 他如果打掉的话 那么这比较又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 我就再到这些位置把它买回来 如果他给我机会买回来啊 不给我机会呢 那我将来等他盘整完了 我再去追就行了啊 那等会我会讲一下思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交易曲线 啪的一下就上来了 所以只要你等机会 机会出现 只要你在那边 你在看盘 那么我可能会提醒 那么其他的人 也可能也可以提醒 那么只要我们在 我们做 我们就能赚钱啊 好 大家看这是我今天的这个资金曲线 今天资金曲线 刷的要上来了 是不是前面我说的 只要你控制好心态 在这个位置 总会有你的机会 千万别急 一急 你就完蛋了 一急 这个资金曲线就会下来 你只要不急 慢慢的控制心态 哎 他又上来了 所以就是这个账户 因为以前我担心风险吧 加密货币 我觉得风险太大 所以账户放的钱不太多 从10月13号开始做的 你看现在差不多五倍了 五倍左右 到现在为止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就一直 现在移动之一 就做得很舒服 所以说只要你再加密货币 其实很好做 你就做突破 做回调 大胆的做坚定之损 你看这里面 我指了好多损了 我指了无数次小损 其实最后也没有亏什么钱 基本上就动大 而且还没有赶上那波 就前段时间 那个过节的那段时间暴涨 那波的带孩子 好 那么我们就来简单的用 Trading View 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思路 首先呢 因为大家刚才看到了 我的思路就是 只有蹲下去 才能站起来 所以我现在是坚定的 往上面去做多的 那是一定一定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 是非常难得的 对我来说 我可能就基本上 我因为一直资金稳定增长 翻了已经翻了四五倍了 那么我可能会拿出一半的钱 我出来冒一次险 那么可能我比如说 我的止损就放大了 大不了我就 不用杠杆 或者杠杆用的很低 把我的止损放在下面 那我就是扛一扛 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 他给你回调 那么我就做一点回调 回调的多 他不给我回调 那么可能我就要 就是基本上就要 开始要买了 我可能 有时候他不一定回调 因为他如果给你回调 那当然好了 我们坚定做多 不给你回调 在这个位置 他如果等会儿突破的话 我还要去加仓去追的 这是大概我的一个思路 因为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到 这一波是非常的强 这波非常的强 然后呢盘整 一根大阴线跌下来 现在又一根大阴线上去 不管他带不带量 这个当然带量是最好的 他就算不带量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这个位置 如果你怕 你就得回调 如果你不怕 这些位置 你就应该去做 好 那么具体做的时候 肯定要找到更舒服的点 什么叫更舒服的点呢 那么比如说现在这个位置 你认为你很害怕 那么你最好等他回调 那么你就耐心的等他 第一回调位 这个位置 因为他不一定回调这了 第二回调位 这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大概率 这个位置到不了 肯定到不了 那么既然到不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去画菲波拉契 我们用菲波拉契 从这儿到这儿 我们去 我们去把它画一波 我们来找一找 有没有 有没有菲波拉契的一些 比较关键的一些回调位 没有没有一些关键回调位 这个Tradivu的菲波拉契 也是不太好拉 拉出来 拉出来效果不太好 这样子拉 你看就没有什么意义 最后的回调位 全部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前面那个支撑压力位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又认为这个位置到不了 那怎么办呢 你看大家能不能跟上我的思路 我本来是拉一下 我看看有没有这些位置 能不能发现 发现不行 最后拉出来的全部在这个支撑位 在这个位置 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到不了 那我们怎么办 从这儿到这儿 拉菲波拉契 这个嗓子还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恢复 大家说话怪怪的 好 那么我们从这儿 来拉菲波拉契 好 拉出来之后呢 结果 大概知道了 在哪 大概的结果 大概的结果就在这儿 我们就不用不用多画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 知道了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十字星下面一点点 那就好了 那么你现在马上在这些区域 设置一个限价单 他回到这个区域 看到信号 你就要坚定的买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们看五分钟 三分钟 我们看看 他有没有一些标准的回调 他有没有 他哪一种回调 我当时呢 我给大家做节目之前 我在这儿做了一个止盈单 移动止盈 那么我现在可能马上 我要把移动止盈放在这儿来了 本来呢 我的移动止盈 我在这儿买的 我的移动止盈在这儿 那么我现在如果我在盘面上能够打开的话 那么我也把我移动止盈 再推到这个地方来 不停的推移动止盈 好 总之 我的思路就是很简单 既然这波长得这么好 我们就要去在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还有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看到了信号 坚定的去做反弹 坚定的做反弹 不要去做空 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因为现在大的行情已经出来了 出来的就好办了 说句实在话 趋势只要出来了 要么做突破 要么做回调 勇敢的做 趋势盘整的时候是很难做的 所以这就是我的基本的一个思路 希望对大家有用 希望大家有用 然后这一波 这一波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这个位置突破回抽 再往上的话 一定要能拿多久 这个我要切换到大画面去了 切换到大画面来 就是这一波 如果大家拿到了 就不要轻易的出来了 而且这个地方 我可能就不会设移动止盈了 我就把它止盈设得很远 止损设得很远 能拿多久 拿多久 因为有的区间 它会反复震荡 你要设移动止盈 而有的区间 一旦趋势出来了 不要轻易的出来 你宁愿少赚钱 宁愿把它给打亏来 你也不能错失一次机会 我们互相鼓励吧 好 那么我们最后回来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很多人关心的 就是到底 这个怎么去加入会员 你看啊 如果你是在国内的 如果你是国内的VPN 有些的节点 你能看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加入 但是有些打开没有 是怎么回事呢 是节点的问题 是不是要节点 比如我这个VPN啊 我比如我这个VPN 网络配置 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国家 如果我选 比如说选美国啊 什么的 那么他就会出现 这个加入 如果很多国家 他就没有 所以如果你能够 你的那个工具 它能够有节点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点击 你就能够找到这个加入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会员 这是有点小啊 我想办法以后 把它弄清楚一点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会员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哪呢 就是我现在几乎 每一个视频下方 每一个视频下方都有电接 当然还没有全部做完 我今天 这两天之内 把所有的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 争取法全部做完 这个链接下面也有 最近呢 非常奇怪 我的办公室 是用了最快最快的宽带 但是最近打开 这是比较慢 家里面反倒反倒比较快 不知道原因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去问问不出来 问不出来结果 所以学生上传的时候 我就比较慢 就说我这每一个视频下面 都有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 就是大家也可以去 大家看 现在出来了 是吧 现在出来了 这个链接出来了 这个链接 如果你点击的话 它也能够进入这个 我们的会员页面 好 这边就能进入会员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了 总之这两个月 我还是希望 有很多的朋友参与 一开始 所以我偶尔还会宣传一下 后面我就不会宣传了 只要是人数够了 我就是 我们就踏踏实实的 就是共同 有共同想法 就是共同愿望 而且做比较好的朋友 可以踏踏实实 在里面找机会了 另外呢 就是我以前不是做了 飞运金教这个品牌吗 最近呢 很多朋友问 能不能把里面的内容放进来 这个以前呢 我如果是尊重以前的会员 现在呢 很多会员朋友都能够理解 而且是他们主动要求的 这边我也很感谢大家支持 所以呢 我愿意把以前飞运金教的 我做的啊 就是别人做的 我做的内容 给大家本周末 一百多期 全部放进来 好 非常感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